嫁过叙亚军,与刘威同居五年不领政,他如今美人耻目,祖徒。 作为中国人,笑开觉得很多人都看过《四大明者》,不管因看的是电视剧,还是书籍,多多少少都对《四大明者》有了解。 今天说的这位传奇女星,还真是跟《四大明者》有不解之缘,她是唯一参加过《四大明者》的电视剧拍摄的女演员,这个唯一至极无人能破。 她的名字叫做何晴,生的美貌如花,气质典雅,一笑一品都像是古代壁画中的侍女,特别古典范儿。 迷到万千观众,跟李信一样学习昆曲出身,美而不腰,《四大明者》都看中她。 何晴在那个年代,是大家熟悉的女星,因为她的气质太与众不同了,美但是不腰,而且整个五官都是给人一种十足女人味的感受,不像别的女人那种有巴戏与攻击性,她就是柔弱的,我见有连行的。 说白了她跟现在的当红小美女李信有的一拼,两个人都是学习昆曲出身,可能在学习戏剧的过程中自然熏陶了同样的气质吧,不得不说,这种气质超级吸引人。 从昆曲到演员,何晴走的是一条水到渠成的路子。 有人找她演戏她就去,这种心态跟咱们当下流行的佛系十分的搭。 所以何晴先后扮演了新游记中灵级菩萨扮成的考验诸八戒的连连,红楼梦可怜可悲的美女子秦可卿,三国演艺中清成清国的小乔,以及水浒传中的风尘女子李世诗。 这种记录直到现在都无人能打破,好牛掰。 感情生活相当传奇,与刘薇相恋同居五年无果,嫁给其同为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何晴虽然长得古典柔美,但是在恋爱结婚这却非常的前卫大胆。 她曾与比她大七岁的演员刘薇谈了五年的恋爱,期间同居如同夫妻一样,但是两个人愣是没扯着。 姑娘你心可真大。 果然不被外界看好的恋行就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五年之后两人一拍而散。 随后她就开始跟人民的名义中争议很大的角色七同伟扮演者许亚军认识了,现实中许亚军与和情虽然是姐弟恋,但是在长相和气质上都是很合拍的。 所以两个人从1995年相恋,也共同抚育了一个儿子。 但是2003年两个人却悄无声息地离婚了,对内对外都不解释,一时沉迷。 如今美人已老,身材臃肿,容颜已逝,成为长辈专业户。 美人拾目真是可怕,曾经大家心目中那个充满灵气的孤单美女,已经成了长辈专业户。 神雕英雄传中杨康的母亲,与依宁妃传中孝公孙皇后,其实这样的她还是比别人更有味道,古装古月更显大气。 独自带着儿子的她不知道身边有没有那个她,幸好的是她依旧平静生活,平安喜乐。